我们走了好几圈了 这家终于发现蘑菇的 这儿了 这儿 那啥蘑菇 这蘑菇一兜一碎 我看看你踩的这个 我们刚才在那边山 踩的这个叫 东北叫粘团的 粘团的 粘蘑 还有那种伞 松伞 这个好像 你看这个肉的糊 像这蘑菇似的 这素质 不是 你看这边 这堂车 是我爸踩这打蘑菇 这家怪可怜那种 黑夜 你别到一夜都 蒜条这小灰莫柴 金条续卷的 那里不好的药肉 看看这山里边空气老好了 今天天气一号可晴了 然后一进这山里边闻的 都是一股树的清香 哎 这是啥蘑菇 你看看看 他俩这家工作也不踩 你看看这地下 蘑菇都成片了 不是 上面这边有 我才下不见了 全是 哎 这个蘑菇也能吃 这个蘑菇还挺多的呢 你看看 一早就发现一早就是一堆 有没有知道这个蘑菇叫啥名的 他俩都不认识这蘑菇没敢踩 就专挑的小灰莫柴 看这蘑菇一片一片的可多了 现在东北这边天呢 是一天比一天凉了 就是马上到深球的季节了 看看这山上这个灼树叶的 这个是灼树 灼树叶的都已经发黄了 现在 这地上一踩上软绵绵的 昨天 昨天下完雨之后 今天早上下雾 然后这个山上的露水比较大 不都说吗 下完雾之后山上就开始出蘑菇了吗 那蘑菇可多了 那蘑菇还一发现就一片 你看看 一堆一堆的这蘑菇 肉的乎的 就藏跑山的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蘑菇叫啥 然后等到来年我们在上山采蘑菇的时候 这个蘑菇也敢采了 说我爸吓得不知道就啥名 被没敢采 发现了个真蘑菇挺不容易 这在山上翻了好几圈了 现在真蘑菇是不是有点到季节了 是不是 这个季节我看这山顶 除了这个灰蘑 就刚才咱看的那个蘑菇多了 但是咱不懂是啥不敢采 这是这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就这个蘑菇 这个蘑菇 现在三人两人出的条都连片的 一发现就一堆一堆的 但不知道是啥 没干菜 还有毒的蘑菇 看看这个小灰蘑 灰蘑菇 我爸采完了之后 回家搁小辣椒一炒 可好吃的 这个是不是 爸 这个是不是 还行 我炒的挺嫩的 这个 这不叫灰蘑吗 爸 我爸上山采蘑菇之下 拎个桶咔咔就走 这家伙 就说没蘑菇 蘑菇全在桌树柯的树叶子底下长的 那边要转 精挑细选的 专门挑精品的菜 现在这个山上 这蘑菇有点过季了 然后就是年团的 还有这个小灰蘑比较多 还有刚才发现的那种蘑菇 咱不知道是叫啥名 然后没敢采 那个蘑菇 山上现在可多可多了 一发现都成片成片 这整个一大片 看看 蘑菇我跟你说 要是发现了 它就举堆了 发现了一大片年团的 年团的 你挑那个没有虫子的采 他俩采个蘑菇 我跟你说 费老劲的这家 他就专门采年团的 他就专门采小灰蘑 这太局限性了 不过你俩上山 哪这 山顶人 这蘑菇 给你俩量身定做的 这还有俩 只要里边没有虫子这就行 看我嫂子这家踩着 一把 得早上稀罕 今年东北这边 山上在这秋天 雨水啥挺豐富的 然后蘑菇啥的挺多的 但是今年 你感觉上山踩蘑菇的人也多 这也不要了 楼 那不好 有头 一发现就一大片 要不然就没有 我爸宰这件事 发现了一堆一堆小灰蘑 这呢 这条全是 这怎么都踩碎了呢 看那个灰蘑 那个稀有没有 这 这个是小蘑菇头 不 你这踩蘑菇的 我的天 我们下山了 这家我颠沛流离的 从那山的穿到那山的 但是总算是没白来 然后我爸踩了一框 踩了一桶的小灰蘑 看看这小灰蘑 挺好的 小灰蘑回家摘不摘不 然后割小辣椒炒的吃也好吃 然后我嫂子 我的妈 这倒了滑了 我嫂子踩的是粘团的 上门踩了点小灰蘑 然后这个依然收获 虽然说是不算太多 但是回家一顿是吃不了 现在东北这边山上 基本上这蘑菇已经告一段落了 没有了 然后我们也是属于满满的收获 然后今天就下山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倒着了 下期视频再见